我们把没讲完的补充一下 然后再加两个课 八字基础就先到这儿 至于说深入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不是专门讲八字 可能会拍在后面 我们究竟医学要把这个原理先搞清楚 那么搞清楚这些原理脉络基础呢 可能大家各自入门啊想学什么 到时候自己在精深 有机会我们也在深入 那么要讲的好东西太多了 这个玄学方面呢 我们不是说专门讲这个 这个 说年一年的开始在哪历春 我们前面掐指掘说过 这个历春就是这个建阴正月 也就是说比如说今年是2月4号的几点几分 几秒那一刻叫历春 那么过了这一刻呢 那就是下一年 也就是说现在 目前你看到的应该没到这个时间 那么还在前一年人一年 但是 首先说你说这一秒 那到底算哪个 那你出生那一秒 那就没办法了 一分钟之内 说这个 简断期待哪一刻 这是一种说法 二一个是呢 这个呼吸 就是生下来 吸的第一口气 吐出的第一口气 然后再吸进来 应该是以吸为准 那么这也是一个 可能我们更以此为准 这个就 结束了后天的气 先天是在母泰 那么 还有一个但是呢 就是这个 紫微斗树啊 我们知道 大年初一 实际上 是以这个为一年的开始 那么所以说 又到了 这个一年 你说你这个时候出生 到底是一年 还是某年呢 真的不好说 但是我们现在 普遍论 八字作为热火 而且节气 这个 接近于阳历 跟阳历很近 我们现在的学说啊 都是以这个 正统的是以 节气为论 但是有些派 比如说 赞和补 就是这个 我们关键字避免了 分开说 实际上是一回事 那么它有的 真的是见紫月 说下见紫 这个这个 商见丑 周见阴 那么还有的 比如说五云 六七 好像已经有的 什么春雨精春 清五天 这个 它是按大雪 也要按大寒的 这个说法不一样 就从这个时候去 开始算一年的开始 那么你到底数哪个 是吧 所以现在我们普遍 还是以这个银 正月 正月 这个这个 不叫正月 银历叫正月 银月 为一年的开始 前面还有一节课说呢 这个低支相绝 这个相绝啊 它的这个理论出处啊 我们只能靠推导 也就是这四个方向 我们会发现 这个相绝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这个三回有关系 因为这几个都推下来 有的有关系 有的没关系 那就不能算了 那么所有都有关系的呢 是跟这个三回有关系 这个三回 跟这一方势力 全部产生关系 要么六合 要么三合 这是一个重点 所以说 根据这个原理 来论断一些事情 对抗一方的势力 产生一个影响 大家要测算的话 也可以私信找我 将来咱们就走这条路吧 更期望的是 讲这个原理 大道 那么从这个延续 对于曾志祥老师的这个 补气厚尘 天之家业 下这课我们讲这个 五行的妄想修修死 好 好